几年后流行的阳台 老公每天都要把客厅搞得乌烟瘴气 真的很气人 烟灰跟下雪一样到处漂 漂亮的老婆去洗个衣服 也要被二手烟给祸害 重要的是进去开门关门也不方便 阳台外面刮来一本笔记 于是老婆 拆掉窗帘 用她刚学会的博山无垠脚 把背成重墙 踢个洗吧 增大客厅通透性 不贴过门时 也不铺300x300小块砖 逢多显廉价 而是客厅大砖 通铺到阳台 高档大气上档次 防止大风刮来其他秘籍 被老公偷学 一定要用铝合金窗封阳台 关键是阻挡雨水 免得家里发大水 传统护局收纳太少 不如这样改 红砖汽底台 不装T自行三通 水流大地漏容易返回水 而是装外自行三通 同方向流水才不会反水 保证百年不堵 外贴瓷砖 下水管一定要外包隔一年 才不会听到楼上冲水的声音 墙面不刷乳胶漆 而是大片瓷砖上墙 压口外包不锈钢 颜值高 利用包管做薄柜 什么拖把家正常用物品全放下 侧面挂上冲孔金属板 二舅妈家借来的锤子搬售随便放 关上柜门颜值高 放上洗衣机 洗衣机排水正对下水管 排水超级快 旁边缕木板做高柜 中间嵌入烘干机 洗完烘干直接穿 中间做隐形凉衣架 内衣内裤全挂下 推进去也不碍事 上面常备生活用意 关上门不凌乱 旁边给勤快的老公 用包管焊给洗衣池 再找二舅妈 借两颗膨胀螺丝 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里 外包大理石台面 嵌入洗衣池 下面缕木板做柜 老婆抢够的洗衣粉这里放 上面做掉柜 增加储物空间 下面装个小型洗衣机 老公的臭袜子分开洗 自打这样装了一半后 老公天天抢着洗衣服 利用铝合金框架装个折叠两个下 棉被也需要消消毒 还可以晒点萝卜干 给老公炒腊肉 下面晒衣服也顺手 放下也不占空间 晾衣架收起来也很美观 靠墙做个大高贵 老公喜欢的茶具随便法 还能放点老公喜欢的文学名著 关上玻璃门荡灰尘 中间去网上摆个茶台 就是茶室 两口子没事可以坐在这里 畅聊人生规划 真的很惬意 上方提前预埋排气扇管道 装个排气扇给老公 空气也好